霍宇浩极北之地归来展示第二五魂 严少哲看了《追悔莫及》 现在斗罗大陆第二部已经进入了史莱克学院放假的阶段 霍宇浩即将离开学院 而这次霍宇浩离开学院的目的地就是极北之地 他在这次的旅程中获得了许多的收获 特别是得到了新的外挂四十万年魂兽 兵庇帝黄蝎 当他回到学院时 他的归来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人 也都纷纷被他的第二五魂震惊到 霍宇浩回到学院后 先是在师生们面前展示了自己的第二魂环的年限 一般来说 别人的第二魂环都是千年级别的 已经被认为是非常厉害了 而如果是万年魂环 那就更加罕见了 但是霍宇浩的第二魂环 却拥有超过四十万年的限制 这让整个学院都为之震动 之前 史莱克学院的所有人都认为 霍宇浩只有一个五魂 而且还是攻击力较低的临谋五魂 因此 他们普遍认为他的潜力有限 未来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但是如今霍宇浩以强势的姿态回归 毫不犹豫地展示出了他的第二个五魂 兵闭帝皇席五魂 这种五魂的强大程度无可置疑 堪称大陆上的顶尖五魂 而且 兵闭帝皇席五魂 这种无与伦比的兵系能力 一旦释放出来 足以与同级别的任何对手匹敌 无论是谁 都会被他的冰冻所束缚 严少哲在看了霍宇浩的第二五魂后 也是追悔莫及 恨不得直接去魂岛院抢人 后来更是亲自登门去找霍宇浩道歉 变脸速度之快 非比常人